今年中秋節連駐國慶日 市民有一年四日假期 在赤立角機場辦理登機的大堂 一早就有大批市民準備出外旅遊 黃先生一家三口去北京玩 他說難得和家人一起去外地過中秋 回北京就比較經濟 我們整家人去玩 一起去做中秋 他說他多了很多新的建築 他就這樣去看 值得的 香港人是這樣的 經常說說改革命都是這樣的 有市民更額外請多幾日假 參加九日的四川成都團 我請了三日假 請了三日、四日、五日 都累的 不過這麼難得可以扔到這麼多日假期 都OK的 有導遊說 團費和去年國慶假期相約 只是因應通脹微調 而今年部團的人數 就大約多了兩至三成 家庭多了 通常都是 爸爸媽媽奶兒子會多些 因為都是四日的黃金假期 有旅行社說 四日假期 以東南亞線的台灣、泰國和韓國團系 最受歡迎 旅行社又說 為了響應中秋節 會推出賞月應節團 即是在中秋當晚 會在當地的名聖夜遊賞月 品嘗美食 入境處發言人表示 由於中秋國慶假期 出境人流較多 已經開放各個出入境口岸 多條醫道 又會視乎情況 加開櫃桌 處理出入境手續 預計假期期間 會有760萬人次旅客 進出香港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周靜民報導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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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